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3月20日,WTT仁川冠军赛外卡选手出炉 南单韩国的吴俊成,新加坡的郭勇 女单两位韩国选手金纳英、李时温收获外卡 将出战比赛 国拼四男四女八位主力参赛 包揽男女单前四号种子 仁川冠军赛将于3月27日至31日举行 这是韩国首次举办WTT冠军赛 也是本年度第一场冠军赛 比赛只设有男单、女单两个项目 各设有32个席位 每个协会最多4人参加 根据此前报名名单 国拼男队樊振东、王楚清、马龙、梁静坤 女队孙颖莎、王亦迪、陈梦、王麦玉将出战 男女单30个席位都已经确定 各剩下两张外卡人选未公布 距离比赛还有一周 本站比赛名单更新 男单新增了韩国的吴俊成、新加坡的郭勇 女单新增了韩国的金纳英、李时温 至此本站比赛 男女单参赛席位均满鹅 WTT世界平联公布本次比赛 男女单前五号种子名单 本次种子排序根据报名时排名计算 男单方面 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 下降到第二位的樊振东 依旧是头号种子 上升到第一位的王楚清 位列二号种子 马龙、梁静坤分裂三 四号种子 法国的艾弗勒布伦 成为五号种子 女单孙颖莎、王亦迪 分裂前两号种子 陈梦位列三号种子 在最新世界排名中 重返第二位的王万裕 成为四号种子 日本的早田希娜位居五号种子 国平包揽本次比赛 男女单前四号种子 力争包揽男女单四强 提前锁定冠军 国平在新加坡大满冠女单半决开始之前 宣布优化女队巴黎奥运会参赛选拔办法 重点考核运动员对外协会战绩 本次人川冠军赛 也是女队奥运选拔办法调整之后 队员们出征的第一战比赛 本次比赛 对于国平选手来说 夺冠不仅可以获得1000分的世界排名积分 还可以获得1000分的奥运奖励积分 不过一旦输给其他协会选手 将扣除1000分奥运奖励积分 在此前结束的新加坡大满冠中 输外战扣分政策就已经开始 参赛的六位选手 除了夺冠的王万裕 其余五人都输给队友 都没有被扣分 仁川冠军赛 国平女队主要对手 日本的早田希娜 伊藤美成 张本美和 平言梅宇 韩国的申育斌 朱千锡 罗马尼亚的斯索科斯等人 都将参赛 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陈梦四人 将面临更大压力 国平在2024年 新加坡大满冠比赛 实现五个项目 包揽冠冠军 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但是女单王曼玉夺冠之后 却有三名球员和国平 都陷入风波 网上有声音 国平存在 让球嫌疑 随着舆论的发酵 越来越多的声音 为王毅迪名冤 也在质疑 王曼玉女单冠军的 韩金亮 网上质疑 两场假球 国平 前天一六位金花 打进八强 四分之一比赛开始 国平在上半区 有四位球员 需要捉对厮杀 其中 陈信同击败孙颖沙 王毅迪击败前天一 两人顺利会试半决赛 下半区的陈梦和王曼玉 也击败外协会对手 会试半决赛 球迷质疑的第一场让球 是陈信同和王毅迪的 半决赛对战 由于王毅迪处在竞争 巴黎奥运会 名额的关键时刻 且积分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因此 急需新加坡大满贯 女单冠军的2000积分 加国平奖励的3000积分 陈信同本来就不在竞争行列 因此对于5000积分 无欲无求 因此 在比赛中 并没有拿出 打孙颖沙时的实力和状态 做了个顺水人情 送王毅迪进决赛 而在下半区的半决赛 在较量中 王万毅击败陈梦 晋级决赛 王毅迪和王万毅 两位积分相当的球员 会是决赛 无论谁拿到冠军 另外一个人将直接被淘汰出 竞争奥运名额行列 因此 按照国平的规定 积分高者可以竞争资格 不管王毅迪 还是王万毅 拿到5000积分之后 都将甩开对手 却和陈梦竞争第二个女单名额 最差也能拿到一个女团名额 国平眼看将有一个主力 无缘巴黎奥运竞争 而王毅迪和王万毅的比赛结果 充满不确定性 王毅迪和王万毅 都会为了冠军而拼尽全力 于是 国平在决赛的前一天 紧急召开会议 做出了一个震惊球迷的决定 国平总教练李笋 对外宣布 由于王毅迪在过去一年多时间 尤其在釜山士兵赛上输 主要对手 综合考虑 王毅迪已经不具备 竞争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国平选择在女单决赛前一天 公布这个消息 其用意值得玩味 因为国平巴黎奥运会金竞争 加分办法 本来就是国平制定的 如今 王毅迪有可能夺冠 从而顺理成章的 可以竞争名额 但是国平又不想 在王毅迪夺冠之后再弃用她 于是在决赛之前 官薛已经将她除名 这样一来 女单冠军的五千积分 对王毅迪来说 将毫无意义 国平的做法不言而喻 猜测王毅迪就是再傻 也不可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 因此 球迷看到了女单决赛 一个毫无求胜欲望的王毅迪 第五局比赛 以1-11输球 可能也是想早点结束 拿熬的比赛过程 最终 王曼玉获得女单冠军 拿到五千积分后 已经重新掌握了竞争 女单名额的主动权 其实 王曼玉有击败王毅迪的实力 国平的做法 值得商榷 决赛前一天 选择宣布 王毅迪无缘巴黎奥运会 这个意图太明显 让国平陷入信任风波 影响了多位球员 包括获得冠军的王曼玉 刘国梁应该给外界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何在决赛前公布王毅迪落选 以平息外界的争议 此外在结束了WTT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后 国平回到了国内继续备战几个月后的巴黎奥运会 不过对于陈信彤来说 基本上已经无缘身家巴黎奥运会的他并没有闲着 近日他的新身份曝光 他也因为这个新身份而暂时离开国平 开展相关工作 对于陈信彤的新身份 刘国梁也是深感欣慰和期待 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由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兵协等部门组织的中华体育精神大讲堂校园宣讲 和冠军体育课运动员近校园活动 走进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在这次活动里 陈信彤被聘为了冠军课堂老师 承担着乒乓球推荐官的使命 与他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位国平奥运冠军许新 他们一起为孩子当起了冠军课堂老师 同时他也期待能够从校园里面 走出奥运冠军世界冠军 而陈信彤的这个新身份 也让刘国梁很是欣慰和期待 作为中国拼协的主席 刘国梁一直都希望国拼的球员们 能够尽最大努力地去推广乒乓球的发展 而陈信彤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正是刘国梁所希望看到的 刘国梁最大努力地去推广 刘国梁最大努力地去推广